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视听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软件测试学院 为您带来的Web站测试基础之Web开发机会 上课之前呢 建议大家加持咱们千锋软件测试学型的 Po群 7610 82948 7610 82948 大家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 均可以在群里进行题子 我们的老师会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做出大意 好 接下来开始咱们本章的一个新内容 叫做什么 叫做函数的定义与调用安全调用 那首先的话 咱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函数的定义 然后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函数到底是怎么来调用的 函数的话 其实说白就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一个什么呀 简单理解就是一个功能 一个功能 如果说用接触过咱们这个Excel的同学可能会知道 我们在别Excel中它是不是也有大量的函数呀 咱们每一个函数是不是都是一个对应的功能呀 比如说可能有同学接触过SUM 就是SUM的函数 它认为它是不是一个求和的呀 那具体的话函数是什么意思呢 咱们需要考虑这个SUM函数中具体它是怎么来做的吗 这个是怎么来的 不是咱们需要去考虑的 咱们只需要知道什么呀 用这个名字叫做SUM的函数 咱就可以算出一系列的这个和 这就够了 那这也是咱们函数的一个方式 在我们加把script 当中的话 函数的话定义的也比较简单 它有一个固定的格式 就像现在这样写的Function name 这些的话里头小括号 括号就写什么呀 写个promise 1 然后2 然后的话呢 stand matrix 然后还有什么的turn这些东西 这是我们一个函数的功能 一个来说一下 Function是必须要写的 因为这是什么呀 我们定义函数的一个关节字 Function name 就是我们函数的名字也是必须要写的 然后里头的话 它有这个什么呀 参数 参数是什么呀 可选的 就是由于参数的列表 就是多少参数是直接用什么呀 用逗号进行分割 一个函数最多可以有什么呀 有255个参数 然后就是这个Stat的一个man 就是什么呀 一个必选参数 是函数体 是实现咱们函数一个功能去写 就是说 所有的函数的功能 各个人都干什么 都要写到我们这里头 最后的话 它是一个可选参数 因为什么呀 就是这个返回值 返回值 意思是说 一个函数可以怎么呀 没有返回值 也可以由返回值 做什么问题的 这是我们函数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结构 一个结构 比如说你再刷一个吧 刷的是两个数的一个什么呀 一个核 这咱们可以简单写一下 写这个操作 就是一个focus 然后这写什么呀 写这个函数的一个名字 固化里 咱们传两三数 然后的话 咱们这里干什么呀 弯的一个sum 就是什么呀 计算了咱们这么一个 一个值 是把几个数相乘是吧 然后算完以后的话 咱们就把这个sum进行 进行一个返回 这就是我们一个函数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情况 一个情况 然后函数的调用也比较简单 直接干什么呀 直接一个函数面 传一个参数 这里框上写的是什么 是一个实餐 就是我们实际要传的参数 叫做的实餐 然后这咱们可以简单写一下 写下这个 看看它这个方法 新建项目 对 060 好 就在这里都写了 它已经写了 代码的话也就这段时间 写到咱们这个scribe里头了 好 在里头咱们干什么呀 咱们写这么一个函数 还记得没盘数 发不尽 您的盘数价没在下转 你头传什么呀 传的这么两个参数 它们两个参数 第一的话是我们的 然后number 算个什么数来着 那就给它定买一个s 什么呀 我们这个值乘以什么呀 然后最后干什么呀 咱把这个return21 return干什么呀 给它返回这个s 这就可以了 好 具体怎么降绝 也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在这儿还记得咱们之后 接触了一个指名随时 再定个变量 定个sum等于什么呀 我觉得咱们这个两个值 然后里头传个什么值呀 咱们这里就直接干嘛 直接掉掉完之后 咱们传一个10 做好 传一个5 传完以后的话 咱们这个sum就可以干什么呀 直接打印就可以了 咱们团一个 这号号算 不用什么呀 咱们打印一个什么呀 日志就可以了 日志就可以了 好 运行程序 瞅眼啊 瞅眼 而这sum是5 是就算一个10乘5 是吧 超好 那如果说咱们如果不要这个参数 我这个sum有值吗 很明显怎么样 很明显是没有值的 很明显是没有值的 它是吧 它是没有这个值的 所以说你这个sum是怎么来的呀 sum是在咱们这里干嘛 给人家返回的 这是返回的 这儿返回多少 咱们sum就干嘛 就是多少 就是多少 所以说这就是说明什么呀 我们这儿的一个函数 一个这儿的函数 其实怎么来的 还是蛮简单化的 蛮简单化的 好了 话给大家说的是什么呀 一个叫做匿名函数 这是我们需要干什么呀 需要我们重点作为的一个掌握 就是重点作为的掌握的 也比较简单 也比较简单 就说那个 我们就说那个 不给函数干什么呀 起名字了 然后呢 干什么呀 把这个 把整体的函数给 和到我们的一个边上里头 边那边 在边那边接受我们的函数 可以将匿名函数作为什么 所谓其他函数的参数在里面 先行交由 然后的话 定义匿名函数可以玩 可以玩某些一次性的事件 比如说这个DUMB时间 我们后面会给大家感谢说到的 然后的话咱们继续怎么来写 咱们就说先干什么呀 定义这么一个方式 刚才咱们这也调用了 然后的话咯 这里的话咯 我们定了一个没有参数的一个 没有参数没有反馈的几个函数 然后前面作为调用 这个其实比较简单 就干什么 就试一下我们的一个方法 有没有被执行 就像咱们刚才那个算令澄清 也是一样的 好好的话 定一个有参数的函数 不需要什么样 不需要反馈值 然后就定了乱定一个有参数 有反馈值函数 这里头就说一个 就试起来说我们这样方法 在哪调的咱这个只有干什么 就在哪做了一个操作 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是给这个相当什么 现在是给我们这个 sup就做一个核的 核的一个操作和合作 好下面就说来给你们 里面还说我经理好之后的话 我就可以吗 我们是可以通过变量棉来干什么 来调取这一块 然后的话呢 咱们就可以给它来解答写这个里面还说 在这儿啊 在这儿啊 在这儿 他写个什么呀 他写这个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ADD吧 这也等于这么一个 方式 方式 方式里头咱们要传 两个参数 参数 这里做什么事啊 就打一个close吧 包A加B 然后干什么事啊 咱们这儿给他就说掉孩子怎么掉呀 就通过这个变量棉 直接干什么 直接来写啊 3 逗号 6 好 咱们来直接说就来看见啊 当然我前面再干什么呀 再给他加一个 那个说明吧 哈哈 那应该是怎么样 9呀 好再试一下吧 嗯 这个值 看一下啊 先把他轻了 咱看一下啊 咱们俩括号呢 算一个啊 好保存 咱们看啊 现在是编上了 9哈 也就是 它也是可以的啊 这种方式的话 就说我们没有起什么 没有起这个函数的名字 直接转上面 通过咱们这个 编量 它可以操作 有什么好处的就说 在这里的话 我们来创建完以后的话 这个编量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就是我们的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函数 一个函数 然后下面是我们叫什么 叫做全局函数 全局函数 全局函数的话 它不属于任何的一个对象 别干什么 写名称就能用 写名称就能用 然后第一 就是我们的识别字符当中 GNS代码 用我们的EVAL 然后呢 咱们简单来给它写一下 这个操作 这个操作 不在这写了哈 现在新建一个HTML页面 这 那一边吧 一边打一个script 别干什么呀 咱就比如说写一个什么 写个变量 写个变量 写变量 咱这写的是一个STR 是吧 等于 等于这里头咱写什么呀 咱这还定一个字符串 一个字符串 一个字符串 字符刷的话咱就是ALEIT 这可能学员知道 这是什么呀 这是里头我们的这个 就是一个打印窗口 什么东西 然后里头咱就别用双引号了 咱们用单引号来做 因为咱们要做一个区分嘛 什么呀 签高 教育 软件 测试 注意啊 这是一个字符串 注意这是一个字符串 咱们如果字符串的话 咱们是可以干什么呀 咱们是可以把这个字符串干什么呀 直接当成我们的一键代码用的 咱们可以来试试 好 直接干什么呀 运行 这干什么 不先入来了呀 好 可能会觉得说 哎我这有有密门 没必要那么麻烦呀 就是说我这直接写 直接写 直接写的时候也可以呀 这样会跟他要多自己举的 啊 这里的话就要一个什么方法 就涉及到一个动态 动态来动态执行代码 因为我们正常人写代码的话 这个直接干什么呀 直接给他写就可以了 当然实际过来的话 有些代码是我们没有办法提前写的 我们需要干什么呀 我们是需要 给他来 动态生成的 动态生成的 那比如说 比如说咱们像这个淘宝页面 他知道淘宝页面 以后数据是有好多好多的呀 那难不成就是说 我们一次要都要给他全部写出来吗 啊 你如果说直接写出来的话 那是肯定没法预估的啊 所以说在实际过程当中 就是说我们需要动态的添加一些数据 那添加完数据以后的话 那添加完数据以后的话 你实际要根据HTML 目前来设计它样式 那这时候你势必就这样 会设计到什么呀 呃 之前我用用我们的GS 来写我们这个相片代码了 啊 所以说在这里的话 那我们这个是需要大家来掌握一下 需要掌握一下的 然后现在的操作就是什么呀 就是对我们的一个全区函数件 一个编码操作 编码操作 编码操作的话 这里我们用这个anycode的url 在这的话 我们可以给他 给他来试一下 来试一下 啊 比如说什么呀 比如说咱们这里先需要定义 这么一个字符刷 看一个什么呀 那就写一个 嗯 软件测试 test test 666 好 看看什么事 咱给他 啊 等于什么呀 直接干写就可以啊 any code 6 啊 L 小子 s t 啊 一 啊 这又可以啊 啊 这又可以啊 然后干什么呀 咱们做出一个打印啊 好 直接干什么呀 运行程序 瞅眼 把我们的开发者选项打开 变成什么了呀 是不是这变成一大错一大轮子不错了呀 啊 这个什么意思啊 这个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要变成这么东西呢 因为我们在网络进行传输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我们是没有办法把中文直接给他发过去的 大家知道 计算机识别我们什么 它不识别 所以说他需要干什么呀 对我们的这个东西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什么呀 进行咱们的一个 进行一个编码 编码以后的话 他们放出一个什么呀 大家看这里 发出个全程我们这个 数字或者是这个字符或者字母的呀 啊这样的话 他们计算机是可以识别了 可以识别了 那同样干什么呀 能解码就能干什么呀 能那个编码就能干什么 就能解码呀 那解码方面也比较简单 就是咱们这个 decode decode url 咱可以给他来试一下啊 来试一下 ur ur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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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试一下啊 看能不能正常给我们还原呢 诶 是不是咱们呀 他是不是也给我们还原 这是我们加密的 然后你不是 这是我们的编码的 这时候我们解码的 是团案干的 也给我们给他解出来啊 就是我们这两个这个全局函数的两个 那些两个 还有 下一个就是什么呀 判断我们这个 判断我们这个 判断我们这个是否是数字的函数 分 判断我们这个是否是数字的函数 判断是我们是否是数字的函数 啊 有什么呀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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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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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写的话怎么写 咱这需要用个什么 用一个 分支 语句来写分支语句来写 或者是吧或者就直接看什么呀 嗯 给打印吧 哎 这样的东西啊 好 这的话我就直接写吧 可以写吧 去攻击 来说什么呀 foss啊 意思说这怎么样 这不是有数字 不是有数字啊 那咱们说咱们怎么着啊 把这个112 你干什么呀 在字符上给它去掉啊 去掉的话咱们再看 修后变成 rfoss 对吧 咱刚才怎么说的呀 不是数字返回什么呀 返回处 是数字 返回foss 是不是返回 刚才的话在这里 在这里的话 我们这两个值 不加112 加加和不加字符串 都是什么呀 你看我这些东西啊 咱们看现在这个字符串要啊 它给咱们识别什么 所以也是咱们数字呀 那如果说一旦咱们 换了别的 换了别的 随便打的 随便打的 它就变成什么 它就变成数了啊 所以说啊 这个行处我们需要额外注意啊 它是 不是数字 返回处 是数字方圆 返回咱们的foss 返回咱们的foss 然后咱看下一个 叫类型转化 叫类型转化 咱这给它干什么呀 给它试一下啊 还是这样 这怎么着呀 它夹子的一个分隔线 分隔线 为什么呀 等于110 110 然后啊 干什么事啊 咱让给它就说 把音质啊 close log log log什么呀 str3 加1 好 咱们看这个结果是个什么 这是什么呀 110110 这是什么意思呀 这 因为我们这个str3的话 我们是一个字母串 后来做一个加1 我们要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字母串的评件操作 然后咱再这么料给写下啊 pate int 把什么呀 str3 给人家放进去 然后再做一个加1操作 哈 咱们来给它看一下 你发现吧 这边111 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这个110的话 我们这里定义的是一个什么呀 是一个字符串 好 经过我们这个pate 这个印度的话 这个函数的转化 我们把这个字符串 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一个字符 字符的加1 就像是什么 110加1 我们是111 111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函数单位 卡住